Hello大家好,我是优秘张小喵 感觉好久都没有拍这种横板的视频了 其实这个主题我很早很早之前就想拍了 掐指一算,我从12年前就开始旅行了 就基本上每年都会去几个地方 我在出国之前,在国内其实就走得差不多了 然后到了欧洲来之后呢,就比较方便嘛 深耕国家都不用签证,所以也去过一些国家 比较喜欢去出门看那些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啊 然后当然也喜欢买买买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原因呢 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出去旅行了 因为欧洲这边就到现在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其实我已经有点憋坏了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我之前出门都买过什么纪念品 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 最开始我去每个地方的时候会买那种书签 因为当时比较年少,然后还经常看书 这些都是我开始旅行的前期买的一些书签 这些都是云南买的,有大理有丽江 这种当时他说是什么木,然后可以盘的那种,盘完就会变得很亮 我有没有盘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放大镜 看到吗 但是这哪买的我忘了 这个是扬州买的那种减脂感觉的 然后这个是四大美人 在树叶上面画的里面是四根 巴塞罗纳买的 这个是布拉格一个小木片 这个应该是在北京七九八买的吧 小猫咪,土耳其卡巴多奇亚的这种地貌 就很奇特 然后这种也有点像那种牛皮纸 还是什么航海 这是葡萄牙买的 是木头的 然后它上面是这种干花 2011年9月西唐 西唐买的 这种就是那种古镇啊什么的 都很多卖这种的 2011年5月凤凰 这个应该是泰国买的吧 然后这个也是泰国买的 它是一个皮的 这种红色的 然后这是卢布公买的 罗纳丽莎 2012年1月 巴塞罗纳的圣家堂 哇,圣家堂真的太美了 我超级喜欢了 后面我在旅游的时候就没有再买书签了 因为就是你知道也不看书 或者是每到一个地方 明信片我也会买 有的时候还会在背面写上字 然后寄给我自己 或者是寄给我一些朋友什么的 但明信片这个东西吧 就比较随机 有的呢就是很快能收到 有的呢就是过好几个月才能收到 有的呢就根本完全丢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收到就是一个惊喜 可以跟朋友分享 你在这个地方的心情 或者是纪念一下我自己 当时在那个地方的心情 这个我特别喜欢 台中的一个眷村 有一个退役军人 一个老爷爷他画的 就特别卡通很可爱 还有这个也是 还有这个招台劲宝 是在我家门上贴着的 对这个爷爷叫彩虹爷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冰箱贴 在欧洲基本上 大家会去那种旅游城市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冰箱贴 就很好看的那种 然后它小小的又好 大又不占重量 所以冰箱贴我也买了很多 这些就是我的冰箱贴们 丹麦的哥本哈根 我后面就一直想买这种材质 就是它不会摔碎的这种 像这种龙船啊 泰国买的 已经尾巴没了 大象也是没了 像这种柏林墙的这种 也是摔碎了 然后后来被我粘上了 这是我们重庆的火锅 这是这种金属的也不会摔碎 然后这是我们台湾 台湾 这个油桶是一对的 红的我拿到德国来了 绿色的在我中国家里的冰箱上 台湾九份 这台中买的台北买的 伊斯坦布尔 卡帕多西亚 这个也挺漂亮 是西班牙的马洛卡岛 这就像一个那种漂流瓶 然后巴塞罗纳 葡萄牙 葡萄牙的油轨电车 这是莫扎特故乡 奥地利的萨尔茨堡 然后瑞士这种复古画报的感觉 然后瑞士的卢塞恩 世界上最悲伤的狮子 这个我觉得做工好好 这个也是瑞士的那种 不顾中 瑞士戴戴牛 瑞士少女宫 这个是泰国买的 这个是葡萄牙的小红酒 布尔图是著名的红酒产地 泰国买的大乡 这是意大利的五鱼村 它长得就像一个象块一样 这也不怕帅的挺好的 这一块都是意大利 佛罗伦萨 然后这个是玻璃岛 罗马 米兰大教堂 德国的天鹅堡 国王湖的红顶教堂 柏林墙 柏林墙 南法 马赛 巴黎 荷兰 在荷兰机场买的 汉堡的一个 这是雅典的神庙 圣多里尼岛的蓝顶教堂 这个也有点摔碎的 就很心疼 我都很喜欢 其实我去过这么多的地方 最好买的 也就是说 对我本人来说 我买的最多东西的地方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土耳其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 就是很想买 为什么 口音突然变了 然后我们先从土耳其开始好不好 土耳其我去过两次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就我觉得那个地方的人 都非常有意思 就是经常会跟你开玩笑 就像他们土耳其 比较有名的那个 土耳其冰激灵 他也不是一直在逗你 就是不让你拿着什么的 这个就是土耳其 他们那个地方人的那种特性 你知道吗 诶就是玩 我去那边饭店 有一次拍过一个vlog 然后小哥都会过来蹭像 过来一个上太太 过来一个老板 诶蹭个像 然后你好什么的 就很搞笑 所以就给我留下印象就很好 然后土耳其 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卡帕多奇亚 它那个地貌就是很神奇 号称是地球上 最像月球表面的地方吧 这是我买的一个笔筒 这很便宜 好像就 不知道是五 一厘 两厘了 很便宜 几块钱人民币吧 它是一个笔筒 那它挺小的 装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它这个上面立体的东西 就是非常像他们那个当地的地貌 然后还有这种烟灰缸也是 就是就这样的 也都是种灰灰土土的样子 然后还买了两个热气球 说起热气球 简直就是我心中的一个痛 我一直想在卡帕多奇亚去做那个热气球 因为它是全球排名前几的最适合做热气球的 我去了两次 第一次我特意在卡帕多奇亚住了 不知道是三天还是四天的 就怕因为天气原因 热气球不能起飞 结果第一天告诉我们不行 就不用起床了 第二天呢我都已经去到热气球那个地方了 签了生死状 也吃了他们那的早餐 结果又说不行了 好像是就能见度太低吧 反正出于安全考虑就没去上 就非常遗憾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热气球 这个是一个木头的 是两面 这边是这样经典热气球的 然后这面就是卡帕多奇亚 他们那边的一些 这个是瓷的 就这样的 然后因为我在卡帕多奇亚没有做到热气球 我就去了第二站棉花宝去做热气球 飞了 但是就差的很多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且天上跟我们一起飞的热气球很少 就那么几只 但是你在卡帕多奇亚的话 是整个满天都是热气球的那种 就很壮观 然后第二次去土耳其也是 我们但是待了五天好像 下雪 都俩眼没飞了 后来我们实在等不了就去下一站了 结果我们刚走他就飞了 而且还是2019年的首飞 你说气不气人 就在我们走的第二天 然后当时我还跟我老公约 说我来两次都坐不上热气球 要不咱俩2020年就我们在一起10年的时候 再去一次 他答应了 结果疫情 哪儿去不了 这个就是我在棉花宝坐热气球的时候 发的一个勇敢者证书 当时下来的时候还喷香槟喝香槟什么的 如果大家去土耳其的话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在棉花宝坐热气球 体验感差很多 但是价格也都是差不多的 也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坐上真的 然后还在土耳其买了一个这个 很像阿拉丁神灯有没有 它是金属的不知道是什么铁呀还是什么 然后这个有个小盖里面可以放油啊之类的 这可以点 他说是真的可以点的 但是我不会点的 因为我怕这些点完了之后没法弄 这个我也很喜欢 就阿拉丁神灯很神秘的感觉 第一次我去土耳其的时候买了很多东西 他们那些地毯挂毯什么的很有名 我就买了很多 比如说这个 它是一个小本 就像一个地毯 有没有 这样的 然后还有他的姐妹呢 这俩都长差不多 我拿它当包装包 就里面装些什么小香水啊 口红啊 或者是双双之类的东西 就出门带着 然后我还买了那种沙发的坐垫套 但我找不着了 我买了两个 洗完之后不知道让我放哪儿了 我就死活没找着 更绝的是我还买了 当时我买了两块大毯子 这毯子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 当时好像买了想要铺床还是干嘛的 我很大一块 买两块 挺沉的呢 我想是自己家留一块 然后给我婆婆一块 场面有限 反正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买了好几年了 一次都没用过 因为我真的 实在不知道拿它来铺啥 铺沙发吧 跟我家沙发颜色不搭 铺床吧 我买的床品什么都挺好看的 我也不想给它拦住 所以一直都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 稍微有点后悔的一个东西 就买回来放那儿没用 然后还有土耳其很有名的 就是这种瓷的碗 然后这个是一个烟灰杆 这种瓷 吓死我了 现在就是放我家门口的那个架子上 放一些零钱什么的 然后还有这种小碗 吉里拉三个 买这种小碗其实也不知道干嘛的 然后还有一个坏了 因为它这里面很花花嘛 我都买回来了 我才发现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洞 它就坏了 但是它不露 因为它装茶呀什么 它不会露出去 就是坏的 还有碗 给我买了两个 一红一绿 那红的碎了 它这个碗其实挺脆的 很容易碎 而且你看它这个边 就是都掉漆了 里面是土耳其一种 很经典的那种舞蹈吧 穿着白色长裙 然后就一直在那转圈 但是这个碗啊 我用到后面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它的涂料的原因 还是怎么回事 就是它有一股味 就有点像湿了的蜡布 没拧干 就一直放在那呕着 就那种味就很难闻 后面我就不用它了 真的是 然后还买了一个小狮子 是这种立体的 然后针织的这种 不知道针织针勾的吧 这种东西我觉得 国内应该很多 但是当时我看到的 我就非常喜欢 然后就给它买了 还挺贵的 我记得 就好几百块钱人民币吧 然后跟它讲价 失败了 没讲下来 它说不行不行 这是我自己一针一针勾出来的 不能太便宜卖什么的 然后我就买了 小西级 还蛮可爱的 对还有一个灯 这个是在伊斯坦波尔的 大巴扎里面卖的 这个市场好大 卖什么东西的都有 我当时在里面迷失了 已经 可以打开灯 它有各种各样的小灯 其实 但是没有灯泡的 你回来要自己加一个灯泡 给你们拿镜看一下 上面都是贴的这种 亮晶晶的东西 我拿不了太多东西 我就买了一个小 再来呢 就是说台湾 台湾的东西 真的是很戳我 人我也很喜欢 然后说话 我也觉得很可爱 你看这种长很粗犷的出租车大叔 说话都是说打屁股哦 什么之类的 这种就很搞笑 然后在第一站我去的台北 台北101对面的那个成品书店 买了一本steo王子 是我能挑到最小的一本 就是这样的 就比较好戴 然后在台北的华山 1914文化创意园区 里面买了一些东西 有这种小兔子的布包 我最喜欢它这个小手 再比赞 有没有 这样 然后你看它小眼神 还有一个这个布袋 小黑猫和先生掌 我现在用它来装相机 然后还有这个我也很喜欢 是一个韦戒 它是一个小皇冠的样子 很好看 就很可爱 然后还有一个 Hello Kitty的环保购物袋 这个购物袋里面打开挺大的 我就不打开了 它肯定有在不停的换主题什么的 那我当时去的时候 赶上就是这个环保嘛 从我做起 然后到了台中 台中我们是去了它博物馆 然后去了这个博物馆 对面有一个中意市场 那中意市场就是 很久以前留下来的一个 比较传统的市场 但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因为不是周末 就没什么店开门 但是有一家 那种逃货的二手市场 一样的那种 一个小店铺 他们家有很多 台湾以前的东西 比如说那种很古老的电风扇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挺可爱的 然后我也是因为行李限制 买了一个这个 它就是一个黄铜的 这个是当时 不知道二三十年代吧 他们某一个 什么会的招牌 不知道黑龙会啊 还是什么 会的一个招牌上面的字 然后它后面是这样的 就是不知道 箱在扁上面的一个东西吧 爱拼才会赢的这个会 在台中有一家 很有名的冰激凌的店 然后它出了很多周边 都是很复古的那种东西 它那个店叫公园 我很喜欢收集这种盒子 它这个上面的花好像是菱兰吧 我觉得很好看 这个就放在那儿像书一样的 它是一个核桃糕 就像一本书 然后这个我也留着 我超级无敌喜欢 它就长得像黑胶唱片 两面图案不一样的 它里面放的是茶 阿萨姆红茶 迷迭香跟薰衣草 不太好喝 我也没喝 但是这个我特别喜欢 然后上面写的是闪亮的日子 日子小狗狗 还有一个 就我还没开封呢 上面塑胶都在 就是两个复古的人在跳舞 然后写着天天年轻 你说我能不买吗 这么好看 然后背面是一个这种流声机 我觉得放在家里 当一个背景也很好看 你拿回去当一个半手礼 它又很薄 又不占地 然后又能喝 喝完了又能当装饰 我很喜欢 紫苏 梅子 洛神花 就听这名我就感觉不太能好喝 所以我就没打开 我估计过期了吧 过期了 2020年11月26号过期 就放这吧 然后还有一个 日出奶油酥 我觉得这个上面的这个女孩 特别像《严谨攻略》里边 那个魏英洛 有没有 这些呢 我平时都放在我的这个桌子上 没事看看他们 心里就很高兴 其实 然后我还去了台南 台南有一条街 叫神农街 有吃的呀 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创意小店什么的 我在那边买了一些纪念品 送给朋友 然后我自己留了一个 它是一根圆珠笔 然后上面写的 你是自由的 我很喜欢 因为我一直都是宠上那种自由自在的 没有人能束缚住我的这种态度 所以这个当时都特别戳到我 当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话什么的 但我都送给朋友了 我就自己留了一个 后面呢我又去了墾丁 墾丁我太美了 太舒服了 开始我没有安排墾丁的行程 但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去过墾丁 然后他就超级给我推荐墾丁 我就说墾丁有什么不就是台吗 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后面我们还多出来几天 行程没有地方去 我去 好那就去下墾丁吧 结果刚去的第一天 晚上到了我们是 定的那个民宿也很漂亮 也蛮大的 然后那个老板也挺酷的 他是一个大叔 一进去那个一楼也摆着很多 就是有回忆的东西 我是有一个老灵魂的人 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古老的东西啊 或者能勾起回忆的东西 就都很戳我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那个房间 对面就是大海 你能闻到晚上那个海风吹 吹到你脸上那种咸咸的空气 哇 简直就是 绝绝子 所以在墾丁那些几天 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的好 其实你去一个地方碰到的人 碰到的事 会对这个地方影响很大的 那我们在墾丁就是 遇到了很可爱的老板 然后他自己做的早餐也超级好吃 他还带我们去看日落呀什么的 就是 好 墾丁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因为海角七号嘛 这个电影是之前我看过的 然后他就是在墾丁排的 后面有这种印章 台湾很喜欢印章 就很多地方都有印章 刚才说到去一个地方碰到的人或社会 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有很大的影响 我就来说一个给我留下印象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杰克的布拉格 这个是我在布拉格买的一个提线墨尔 但它已经有点坏了 因为正常是应该这样的 上面这个东西就可以动 然后在手脚什么就可以动 布拉格大街上都是在卖这种墨尔的 他们的墨尔是布拉格的灵魂 也挺可爱的 但是在那个地方 我当时也是跟另外一个女生去的 我们在大街上逛的时候 就是有人明目张胆的去偷东西 我跟那个女生在一起走嘛 然后她的包是背在我们两个人的中间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突然这么一回头 我就看到有一只手在往她的包里伸 就直接掏那个包 我就嗷一声 然后我朋友还说 你喊啥你吓死我了 我说有人偷你包 然后那个女的就马上装作问路的样子 然后她什么什么东西的 在那跟我们说 然后我们就赶紧跑了 跑到旁边一家小店里面躲起来 就稳定一下情绪 那个地方就是真的小偷挺多的 而且有很多其实都是团伙作案 我们就是人生地不熟的 也不敢惹他们 泰国其实我也没少买东西 大象类的东西 又是一个烟灰干 有很多烟灰干我觉得很好看 是一个木头的 然后里面这个大象是立体的这种 是一个手势盒 然后它也是做的挺好的 但是一块让我磕坏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磕的 木质的 还有这种大象的碗 它是拿椰子盒做的 我买了两个 我还没有用呢 然后那个就直接裂掉了 不知道这里面可能是 这好像是那种什么贝壳啊啥的 我总怕这个贝壳碎有渣 吃肚子里边渣着 所以我一直没用 就剩一个 然后这个是我去葡萄牙的时候买的 他们那个地方瓷砖是很出名的 有一个教堂 整个外面都是用这种瓷砖做的 里面也都是瓷砖 所以我就买了一块这个瓷砖 挺能代表他们城市的 然后上面写的字呢 我找人翻译了一下 大概意思是说工作太神圣了 我们不能触碰 为懒惰找借口吧 我觉得 当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买了 还挺像我的其实 这里是去葡萄牙 波尔图吧 他们那好像大公鸡是吉祥物 这里面是一个这种小酒 还有一个也是三个酒的小样吧 是一个木头盒子装 这个就是拿来送人也蛮好的 但这个就还蛮重的 三种不一样的酒也是波尔图的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在德国的一个城市 马克思故居的那个城市 像一个小车牌一样 然后这个Shut是德语亲爱的的意思 然后就是巴黎买的东西 巴黎是我在欧洲 就去旅行 去的第一个城市 然后买的一些东西呢 都是local的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 艾菲尔铁塔 其实还蛮好看 就大街上很多人卖艾菲尔铁塔 它是一个小铃铛 然后这个也是在巴黎买的 当然好像是饼干吧呢 背面画的这种饼干 也是这种艾菲尔铁塔的 然后里面放的是 我去很多地方的一些地图啊 什么车票呀 哇这车票说不定还能用呢 巴黎的那个地铁票 地铁图 卢浮宫的这个中文导游图 哇以前真的很喜欢留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它是一个磨胡椒的一个东西 南法海滨城市叫马赛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沉迷买这种 就磨胡椒的东西 还挺春意盎然的啊 当然在旅行当中不可避免的 会有一些踩雷的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 巨大的一个红色脊皮的一个包 四居巴塞罗娜的时候买的 因为当时我穿了一个长裙 是觉得很飘逸啊什么的 回来之后一次都没有用过 这个包能用来干什么呢 又大又红 真心用不到啊 所以你买这种旅行纪念品的时候 尽量避免衣服啊 包啊之类这种东西 因为衣服你可能只有在当地能穿 回来也是用不到 说国内我还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是云南 云南我也去过好几次 非常喜欢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小茶碗 上面就写着自在 就是我本人啊 那种双拼材质的 这边有点磨砂 这边就滑滑的 外面也是这样 这个是我老公买的一个 所谓的那种银戒指 当时人家说肯定是银的 不是银的你回来找我 什么这那的 我老公如果不是纯银的东西 带一带就会变绿 然后这个就变绿了 是一个那个经锅 鸡血疼 就满大家都在卖的 我俩买了一对 当时说这个对身体好 有功效啊什么的 我还带过一段时间其实 这样 鸡血疼 然后还买了一个手链 像佛柱一样的 也是就是说银的 但我找不着的 应该是给它妥善保存在某个地方 你怕它氧化吗 但我不知道放哪了 那个后面也是就洋化的很严重 那时候我刚从云南回来 正好赶上大兵的新书签出会 在哈尔滨发 我就带着那个手链去参加了 我把书给他的时候 他就看见我带那个手链 他说你这个手链是多少钱买的 我就说按课 不知道是花了200多还是多少钱 他说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在当地拿的话 也就是七八十块钱那个样子 不过没关系 自己喜欢就好 你带着挺好看的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手链 他还跟我多说了几句话 就还聊了半天那种 还挺高兴的 然后还在云南买了一个灯 就是这种打开是这样 像扇子一样的 然后上面有这种画啊什么的 这个是纸质的 但是云南那边比较有特色的东八纸 说是千年不会腐坏啊什么的 这个我也很喜欢 它就像一本书一样 打开 还有早年间我去北京的时候 买的万花筒 上面都是京剧脸谱的 这个万花筒我之前买过 然后丢过一次 然后后来又重新买了一个 这个没事看看也挺好看的 还有一个脸谱 我特意带到德国来的 当时我在想 万一有什么化妆舞会啊什么的 我让他们看看中国的果粹 结果事实证明我就是多虑了 完全没有这种场合 然后这个是我从天津买的一个 兔野 很重 我不远万里 把它从中国带到了德国 很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吧 好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不知道这些东西里面哪样让你最深刻呢 弹幕留言走一波来跟我说一说 也可以评论跟我分享 你们自己出门旅行的时候 你们最喜欢或者是给你们留下印象 最深刻的旅行纪念品是什么 旅行这个东西其实很烧钱 基本上每次去一个地方花的钱都够买个包了 但最美好的就是你在旅行中给你的同行人 可能是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伴侣 一起经历过的一切事情 所有的喜怒哀乐 甚至是小小的争吵 或者是一些突发的状况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以后共同的珍贵的回忆 每一样小小的纪念品都是这些美好的见证 你们最想去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是哪呢 或者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旅行地是哪呢 可以弹幕上走一波 这个疫情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真的是希望疫情快点退散 你们都打疫苗了吗 好啦 这个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优米张小喵 期待我们下次见面 拜拜